隨著全國恢復澳門個人油簽署 以及國慶十一黃金州的即將來臨 特區政府各個部門就事前工作準備召開記者招待會 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處長李德輝表示 治安警務人員和海關人員困議取消休息 為即將可能出現的人潮造號準備 同時也和旅遊局協調好 當口案出現人潮時 會利用旅遊巴士分散旅客讀其他口案 我們也適當地抽調內勤的人員 去到前線做證件檢查工作 因應各個口案的需要 在有需要的時候 就會加開證件檢驗的櫃位 在一些人流比較密集的口案 例如大家身處的關閘口案 我們也做好了應對措施 如果是一些離境的高峰期 其實我們和旅遊局協調好 就已經是會有旅遊巴 是會是晚上的時段 會是分流到港珠澳大橋 和環琴口案協助旅客離境 衛生局傳染病防製期 疾病監察部協調原寧日號指出 衛生局將於黃金洲期間 於各個出入境口案增加人手 以協助旅客檢查健康碼 和核酸檢測報告 而旅遊局執佔局監察廳代廳長鍾翠業表示 早前已經提醒業界於黃金洲期間 需要注意的防疫事項 並已向各單位轉發衛生局最新的防疫指引 而被問到黃金洲的酒店入住率 鍾翠業表示按照局方的數據 目前各升級的酒店的 平均預定率大約3至4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